欢迎收看四大民众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我的搭档江妍 大家好 谢依林 女士林江 很多观众看了我们节目之后 他们的这个心里 只要收看一期我们的节目 内心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对生活的感恩 幸福的 对不对 你看就点头了 如果心里有不痛快 有困扰的 来这坐着感觉也特好 就是可以吐吐槽 发泄发泄也特爽 很多毛病说完了就好一半 第一封信在哪 在我这呢 密码是多少啊这个 我告诉你 我们单位的Wi-Fi密码是 密码虽然长 但是很好记的拼音全品 大家好 我很难过 因为我已经被友情伤得体无完肤 别人的朋友是两肋插刀 我的朋友插我两刀 都说人至见则无敌 他就是为这句话而生的 他长着三等残废的身高 这一张急需整容的脸 居然好意思逼我们叫他 刘德华 就好多人这么叫我 我都不好意思 你要是不喊他一声天王 他就死赖着不走 就连我的室友都受不了了 几度想揍他 他却说 想揍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 每次出去吃饭 请客的都是他 付钱的永远是我 一到付钱的时候 他就躲到洗手间 死都不出来 而且每次逃单的理由 不是煤气泄露了 家里边失火了 就是我的女朋友被绑架了 我的天哪 你骗人能不能走点心哪 最过分的是 只要我喜欢的女生 他就要抢 本来是介绍给我的对象 他半路截狐 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 面对这样的朋友 我沈沈地觉得 沈沈 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了啦 我都跟他绝交一百回了 骂也骂不走 踹也踹不掉 第二天跟哈啪狗似的 死皮赖脸就跟着我 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四位大侠 今天就帮我跟他绝交吧 这就是我的苦恼 我觉得这闺蜜之间 抢人男朋友的事实有发生 兄弟之间 抢人女朋友的事不太多 对 没道义 不多吗 但是我觉得他说 好兄弟 长得不好看也不太可能 要不然怎么抢得走呢 要不然就是他本人 到底有多难看 你看看那个 血口喷人那个地方 剪影 看上来还可以啊 还可以 来 我们领出来瞧瞧啊 来 我们有请空刀者 我完全不想就拉他 自生自灭吧 传传传 掉了现在里面了 来来来 下一个 竹脑者跳起时候会带着出来 你这个样子不是来绝交的 你是来绝命的 我是看到从里边出来动静是最大的 一幅 你这就是你的友谊的小船是吧 对 这个船也就代表着我和朱叶聪 我们俩的友谊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希望四位老师能够帮助我 解决我人生中的事 和朱牙 谢谢老师 那这种朱牙的事 你找全国牙房组 你不要找我们 霍海你的那人是你同学是吧 对 我学弟 一般断交就断交 你就不理他 那如果你真的都不理他 你们还会交参到今天吗 其实说实话 绝交的时候 微信上包括这个朋友圈啥的 也都绝交了很多次 第二天他屁颠屁颠的 你说就像这样 我跟你在这聊聊天呢 过来 伟哥 伟哥 你说我要不理他吧 您觉得我这里有病 您知道吗 然后基本上我之前 就是给他绝交的时候 有一次发了个朋友圈 然后来下面的点评 我们出个大屏 我看一下 天天就知道吹牛 自己觉得自己 还厉害的不行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成天想着跑牛 不看看自己什么样 亲口不一还花心 以为自己是谁啊 这是朋友们对他的评价 对 反正现在排队打他的脸挺多的 到后来就是说 他在你们学校很出名吗 对 全校不知道 反正全新一家人 得800人烦他 那剩下200人是为什么 200人想做他 那个人呢 那个刘德华呢 他在那边呢 哈喽 大家好 我爱刘德华 今天非常感谢 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 非常感谢 你是唱歌真的很像华姑了吗 对啊 很像啊 来一首 行 那就为大家带来一首 冰鱼 音乐 音乐 冷冷的便宇 在脸上红乱的牌 冷冷的便宇 在脸上红乱的牌 暖暖的眼眉 疼寒于混着一牌 眼前的色彩 好冷啊 加安 你的影子无间在身体 还欢 好了 好了 你就像一个筷子手把握 你可以坐下来了 来来来来来 把这个牌子也拿下来 我现在他一拿下牌子 真的有种冷冷的冰鱼 在脸上红乱的瘦的感觉 你还是拿那个牌子挡上了 你这脸呢 被谁拍的呀 没被谁拍过 我感觉我就像刘六华 不是 你跟我说说 你哪儿像刘六华 脸长像刘六华 我这么傻 不像吗 怎么了 不像吗 她倒是有一句话说的 我很赞同她 哪句 想揍她的人有很多 你算老计 对吧 赶紧到外面是排号吧 我现在可以排吗 我想问一下 你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的 睁着的 我感觉很大 我睡着的时候眼睛都比你大 但重要的是 我的眼睛像刘德华 我的眼睛像刘德华 不像吗 我也想不起刘德华长什么样了 我们出个大屏我看一下 你跟我说哪儿像 哪都像 你这个臭不掉脸的 你还用了美颜相机是不是 什么美颜相机 你那个眼睛是劈过吧 没劈过 不可能 没劈过 拜托你本人腮帮子这么大 那把吗 我这怎么修成这样啊 眼睛也是 对啊 你劈的 你跟华哥唯一的相似点 就是男的 你这张照片是手抽筋的 情况下拍的吗 怎么那么别扭 挺好啊 我感觉很像 不像吗 你站起来 站起来 我看看 为什么 你不像一个筷子 你像一个棒子 你也不像刘德华的鸡蛋黄 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 我想开一个20万人演唱会 你在哪开有20万人的场馆啊 我不管是哪开 反正我要请嘉宾 我第一位就是要请刘德华 因为我要 你不就是刘德华吗 因为我要 因为我要这边给他看到啊 我唱得比他更好 让他无力自容 当我不请汪峰 他长得跟我有差距 当我不请汪峰 他长得跟我有差距 叶峰特逗啊 我一直在观察他 他因为这个后面的大屏幕 一直给着他镜头 他就一直在找这个 小绿豆眼 他这个小绿豆眼 他在找角度 他找他大屏子你 他看哪个角度帅 然后他这样 就没了 你别找了 你别找了 没有那个角度 你也就这样了 真的你别了 你也不用那个小绿豆眼转了 有一台机器一直对着你的 不用说三方的 你所有的猥琐样子 都会被记录下来的 老师 这其实说实话 咱现在看的都是表面的 你说朋友结婚你们随不随红包 没有 红包洗漱我们都会 没有 你见不见过随红包只写棉的 只写什么 红包上面只写个猪业冲 然后就送上去 他里边也不垫点报纸什么的 你还别说 这红包里面这个钱我还真给了 你是给哪了 我钱放在歌上 我钱放在歌上 歌 什么歌 唱歌 人家结婚你就唱歌了 对 因为我平常不是干金子 干那个婚姓歌手吗 你唱一首歌价值付多少钱 价值挣200块钱 亲娘啊 谁会花这钱 受这贵的 你是跟他绝交绝不了吗 因为之前绝交完了以后 大家看到他和我在一起 就是觉得他和我还有联系 就是他的事 别人还会打电话问我有时候 你俩关系不错的 等我 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吗 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 我平常对着那个够呵护 够爱护你啊 你怎么呵护他呢 你给我介绍一下 上次到晚咱一个朋友不是跟他接到对象吗 是不是 我还那个就跟他后面一起去的 吃完饭之后不是去咱们学校那个逛操场吗 特别无聊 他特别无聊的 逛了三餐的 实话都没说到 我批天了跟他后面到 你带个姑娘逛操场 你把他带着干嘛 他年纪我那天说实话 我都给他给我打电话就说我说学生会有事 其实到操场的时候碰见他了 到后来吧 那个那天就是这个导演面试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事 他说他那天跟踪我一天 他说他那天跟踪我一天 他有过女朋友吗 有过 他有过女朋友吗 就是你的相亲对象 是吧 你撬走的那个 这么说咱这不算撬的 是你确实不如我 第一 你形象确实没有好 你看 你那发型 你那衣服 一点都不搭配 知道吧 反正是咱就说那个追我女婆那是吧 你追就追了 你干嘛还告诉我 你偷偷摸摸 不行啊 我这心理压力受得了吗 这就怪你那个没有能力了 知道吧 你就没有能力了 长得又不帅 别人为什么跟你了 别人就不去选择我 我说我比你帅 那你干嘛请她吃饭 让我去付账 你不说很想见下那个女的吗 我就不想把她别帅 让你见见吗 你得感谢我 对不对 这个发型你得请啊 难道是我请吗 出场费是吧 对啊 你怎么会答应 你付了没有 付了 付了 他这个小子说吧 他一个女朋友都没有 还追不到女朋友 在家追女孩的技巧就没有我多 知道吧 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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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姐 颜姐 哎然后没有 颜姐刚才 top 颜姐少 颜姐小 颜姐长得漂亮 пост 颜姐长得漂亮 颜姐少 颜姐小 颜姐 spots 腿短 腿短 短短短 你上尾 学得点 我跟你说 没事 他活得出去 你该抽到抽到没事 对 可以打的 可以动手 林姐 林姐 请你 你需要下跪是吧 林姐 我看那个 你那个花样节里面 喜欢那个音乐制作人 Henry是吧 你看我 我也是音乐那个人 音乐那个人 然后我比很远 比很远帅 是不是比很远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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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很远会唱歌 你跟他 回家吧 你跟Henry在那里 你看 我给他看 看他们的手势 不信 我来唱一看 我爱你是多么清楚 多么坚固的信仰 我爱你是多么温暖 多么勇敢的力量 起高了 孩子 我不关心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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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 我要你 跟我走吧 我要你 我要你 跟我走吧 你可以抱一下我吗 好 抱一下 抱抱抱抱抱抱 我要你 我要你 跟我走吧 K.O 我从来没觉得 我从来没觉得 就是被聊 被聊是这么痛苦的事 这叫做会搭讪吗 这叫不要脸 这不行 对 我这叫做会搭讪 你会搭讪 台上两个女孩 得罪一个气着一个 我怎么气到一个 滚 你可能他只对你这样 你看所有人 他出的事 所有人都找你 不不不 那个旁边 是我的这个体育团 这兄弟是你的朋友 也认识他是吧 这兄弟说实话 一开始先来使得他 后来就不跟他玩了 然后我俩还行现在 其实孟爷爷就是有一次 他就是没有衣服穿 然后我就说 让我帮他买件衣服 他就说我暂时没钱 我能不能分期 把衣服还给你 我说 我说你怎么 你怎么能那么这么贱呢 一件衣服 他分了13期给我 一件衣服 他分了13期给我 平均每期给我67块钱 多少钱 总共多少钱这个衣服 90块钱 90 我跟他买了一个衫 分了13期 你也好意思 13期 这个你们得我有做主的吧 现在咱 不管咱们是不是朋友 咱们在外面办个手机分期 买车分期 不管认不认识 都能办成 知道吧 可是朋友之间 难道就不能办分期吗 他还在学校念书是吧 现在还念了他 你好意思告诉我们 他是哪个学校的吗 我是来自青岛最牛的 黄海学院 你说完之后 我估计那个学校 会自发地组织一帮人 把他给灭了 你不是一块来的吗 对的对的 我和善文一路就是说 你带不带钱 没有 然后我跟善文就把钱掏了 你们俩买够自己的饭好了 他那么胖可以慢慢消化 但是一路看他不吃饭 我们也挺过于不去的 他不是买一份的 怎么会过于不去 怎么会 他在路上随便唱首歌 多就两百啊 你们这样说就可以让我了 我难道跟你们一来 我没买过东西吗 沙明矿山水是谁买的 好意思说吗 谁买的 你好意思说吗 什么好意思说 就是来到咱们这个南京这块 咱们坐地铁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就逼他 然后我说没钱了 然后他让我去这个建行取钱去嘛 我都给他闹嘛 我说我就没有 我就不取了 然后自己从钱包里 掏入四五张一摆的来 你那叫没钱了 对 因为那个我也不知道 那个钱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我俩知道钱在里面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钱放到里面去 就扣到这种程度 我平常那个 平常钱我都瞎放着 都不知道 我还有一个你自拍的证据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我是一个不要你的人 我特别抠门 特别小气 尚伟特别忠厚 特别老实 特别重感情 我喜欢跟他做朋友 因为我喜欢坑他 咱们胡人就喜欢坑人 天上的酒都了 地下湖北了 我吃饭坑他 朋友结婚我坑他 早日下我也坑他 唱歌坑他 做金子我也坑他 别人问我为什么不敢 因为我是从电线 人之间则无敌 听到黄海军要过没下去 湖北你也不要回了 我觉得 你最好离开湖北 你为什么要拍下 这么一段东西呢 对啊 你哪里来的心态 要这么做呢 哪有人说自己的缺点呢 我这只是 这只是一种那个 蹭托到一种谦虚 谦虚 你中文学的也不太好 我觉得 你们的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的也差不多了 你们如果有这么一个朋友 你们什么感觉 好 来准备投票啊 他在你们学校 就真的被人打过吗 没人打 但是我们宿舍呢 真的想揍他 154 你有获奖感言要说吗 我感觉还行 至少还有其他的人 如果我很正常 还有46个没投票的是 电池没了 我反正感觉那46个人 我有 我要跟你们做朋友 你能管你是谁 重新投 那46个人 我们再投一次票 不想跟他做朋友按一 不想跟他做朋友的按一 先上200人啊 各位 是不是200人 你看有几个人 还可以做朋友的 这是我们节目开播 唯一一次大满关 第一次看到200 你们太棒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屏幕上 出现过这个数字 让我们好好陶醉一下好吧 谢谢 小葱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段 比较辉煌的音乐 追荒都打过去 节目一播出 第二天那个学校 给东方卫视发了一份公寒 开除这个人 你弄了半天 那个船 你是不是要有什么仪式吗 要么就送给他 进去做朋友 要么就砸了他 我就问一句话 你这个毛病你今天 以后回去 你会不会改 不可能 你自己说 你改还是不改 我看着说吧 好吧 你别看着说 你还 你像不像刘多华 我问一句 像 行了 砸吧 砸 没道具 有工具没有啊 你拿远一点 拿到那边去 别砸到我 别砸到我呗 这样 不是 你能不能帅一点 帅一点 你要这样 是不是 我和他的友情如同此传 是吧 我现在对所有的朋友说 从此以后朱雁聪的事 请你不要再联系我 行吗 行了 行了 砸了 好了 好了 好尴尬 好了 好了 好尴尬 好了 好了好尴尬 好了 好了 消消气 已经砸了 已经砸了 喝一口农夫山泉就好一点了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你看到这一幕之后 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想说的是 全是我的错 全是我的错 稍微 我错了 晚了 从这次咱们回到青岛以后 我不会再搭理你了 还咱们回到青岛以后 因为我跟他同机 同一个飞机 没办法 导演定的 我就不相信 所以南京飞青岛 就一年就一个航班 导演可以改航班吗 可以吗 给他一辆自行车 让那胖子骑回去 行 任何一种朋友关系 能弄那么长时间 其实你自己也有很大的毛病 对 就是说我身边要有这样的贱人 我一天都不可能待给你 你能走这么远 那肯定是你和周围很多人 就纵容了他 所以他那一副 就是吃地你的样子 他那个时间能改善呢 你们好好相处 如果实在不行呢 就别来往了 这个有女孩也别让他瞧见 对吧 也不用砸船了 好吧 好吧 那回去吧 不要跟他推他飞机了 好吧 苦恼之味 好 那上单坐上去吧 你砸了 来 我们看下一封信 逸琳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可我觉得 我是我妈的紧身衣 还是最小马的那种 把我勒得都快断气了 谁是谁的紧身衣 我是我妈的 我妈是我的 我 我妈是我的 对不起 好 我妈是我的紧身衣 还是最小马的那种 都快把我勒得断气了 一天24小时 除了我上班时间以外 都要跟我黏在一起 我想跟朋友出去玩 他不让 我在厕所打电话 他在门外偷听 连我睡觉 他都要搂着我睡 更可怕的是呢 我跟我男朋友 约会 他都要跟着 本来我们应该 大手牵小手 现在我们大手小手 中间 隔了一双我妈的手 我们想牵个手 他一个眼神 就把我们 青春的荷尔蒙 扼杀在摇篮里 我跟他说 妈 我想当个背包客 你让我跟我朋友 出去玩一次吧 我妈说 你啊 还是老老实实实地 当个背妈客吧 你哪都别想去 你哪都别想去 让我喘口气吧 妈 这就是我的苦闹 来 我们把这个姑娘 请出来看一看吧 来 有请空到这 可以 让上 sed 这是一个 他是一场 假欢声 他是一场 豪卅 他的牛与巴格 감嘴 他跟你怎么肯定 好人 我的眼镜呢 大家好 来来来 老师好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大庆的 我叫张复欣 张复欣 黑龙江的 对 你妈从什么时候开始 让你感觉到有点 喘不上气的那种 一直都是 24小时 她都是一直黏着我 我后朋友去吃饭 正常应该在八九点钟 说姑娘不回家了 咱打个电话是不是 看她回没回来 但是我妈呢 她是三四点 你开始打预防针 说姑娘早点回家 我说好嘞 然后等到五六点钟 该吃饭了的时候 我妈呢就会 喂 姑娘咋还不回来呢 都几点天都黑了 只要天黑了 她就打电话 来来来 你看看大屏上 她妈的未接来电的密度 两分钟一次 两分钟一次 一分钟一次 差不多 差不多 这就是传说中的 夺命连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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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夺命连环控 还有 这是谁发的 这是她妈妈 我妈发的 对 老龟在哪呢 你俩在一起干啥呢 老龟 他忽悠你可不能迷糊 咋不回话呢 妈妈跟你说话呢 你四半岔 说话呀 小兔崽子 一公布 差音了 她真的 还喝点农夫山泉吧 说话呀 小兔崽子 一功夫就没硬子了 快回应我呀 快快快 吃咋了 干啥了 哎呀 啥也没干 就正常吃饭呢 都过十八分钟了 你才回应我 对 她会很着急 如果我不回她 她会一分钟一个电话 这样大 刚才没看着 我心里只有你 你还这么哄你妈呢 行了 一会儿再找你吧 要再这么慢 你等着 对 这个太 太恐怖了 包括我打电话 她都会偷听我打电话 她都会偷听我打电话 就是我 你一推门发现 她的门口 我说你干啥呢 搁那儿 没事 我溜达溜达 她会这样说 在门口溜达溜达 就是这个门溜 溜 溜 对 就是你妈有没有一些什么爱好 比如说类似于打个麻将啊 花花草草 你们家养狗没有 养狗 我家的小狗叫米奇 是个小泰迪狗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条狗 对我来说也是像家庭的一员了 当然 对 然后我有的时候 我可能她打电话还说 姑娘怎么还不回来 六 七点钟 七 八点钟 赶紧回来吧 然后我就说 好好好 妈 我跟朋友吃饭就回来 她说不行啊 姑娘 这米奇不行了 这米奇这不好那不好了 你赶紧回来了 这狗现在还好吧 现在挺好 长期在你妈的诅咒下边 还活得好好的 这条狗的生命力也很完全 然后她有的时候 她特别会表演 我觉得她应该是学表演 就是 喂 姑娘 我说咋的了 喂 妈 你咋的了 姑娘 妈没啥事 然后那你肯定着急 当姑娘能不着急 她到底怎么了 没事 妈就是有点不舒服 就有点心脚痛 行 那好了 她总是这样的 那你能够说关心她说 你到底咋 到底咋了 你就赶紧回去 其实回去啥事没有 好吧 反正给我们听起来 就是妈妈言人 但是妈妈可能不是这么认为的 先看一下你妈是在哪 在那边 在那边 大家好 问一下这个妈妈 这个你有没有觉得 你和其他的同龄的女人比起来 稍微有点太黏小孩了 我没有啊 我觉得很正常啊 我觉得很正常啊 为什么不停地要给她打电话 让她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 理由 不是 她就是咋的 那不女孩子嘛 跟男孩子肯定不一样 因为做父母的 都是说 让孩子呢 不要太晚回来 尤其她要跟朋友啥出去 一般她走的时候 就告诉她 早点回来 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 对啊 我要提前告诉她的事 告诉她早点回来 回来不要太晚 如果她不回来 五六点钟 我会再给她打电话 因为天快黑了嘛 我们正常一般 像上班族下班了六七点 约吃饭八九点 唱个歌十一二点 不是啊 正常吧 她一玩起来 她什么都忘了 你知道吧 她哪有时间玩啊 就是大庆玩去 她有时候也跟同学出去 我去过大庆 大庆有路灯吗 有路灯 那为什么 不圈都有路灯 不圈都有 对 咋没有路灯呢 路灯咋让你说没了呢 你把大庆描述 你把大庆描述的 不是 她说没有路灯 市委宣传部能挤眼 我们怎么能没路灯 那不全有 不全有 对 因为啥 我们这各个厂 大庆不都是各个厂吗 各个厂的楼区 都可黑了 你不给她打电话 她就不知道啥时候回来 她玩起来都疯了 啥都不知道 什么都忘了 妈那你说 我有没有过 十二点之前没回去过 没回过 那你都是怎么回来的 我都给你骗回来的 我都给你骗回来的 那 什么 那你这是 那你老说这心脏又不好 你心脏不好 我爷心脏不好 米奇心脏也不好 那你 我不用骗方法 你能回来 那你也不能总说 我爷心脏不好 我爷都八十多岁 你这样老皱他 也不是很好 那我不是那意思 那要这方法 那不好使 那只有再想别的办法 只有往你爷身上整 那你才会回来 我爷因为这事 还经常跟他吵 说你怎么老骗着孩子 我都有点不相信他了现在 他有的时候 他太能演了 呵呵的 我说这不行 那不行了 呵呵呵的 我觉得天下父母 应该对孩子都是这样吧 天下父母不是这样的吗 我也四十多岁了 你这样的第一次见 那不是吧 我想问一下 坐你妈旁边是你爸是吧 是 来 跟你爸也说两句 你闺女的这个抱怨 你以前听说听到过没有 我姑娘有时候跟那个她妈吧 就是啥 就是生气 就是啥 都是女同志吧 在一块 她也不哭她妈 都是女同志 女同志 她妈也不哭 她果然媳妇和闺女叫女同志 对 我喜欢我那个 我那个女同志 你特不爱媳妇吧 对 对 我亲会儿言 对 我亲会儿言 我亲会儿言 亲会儿言 不敢说话呢 那你媳妇也这么扣你吗 对 你别脑子 左胳膊肘子拐她 我媳妇对我一样就不有言 你要晚上出去 比如说我下举个例子 你要哪天不上班休息的时候 约几个老哥一块 打个麻将啊 喝个小酒 你媳妇会不会也是多命连换高 十分钟打二百这个电话 会不会这样 这是啥 这是基本上我都在家里 家里头 家里人在一起 大麻将 联系打麻将啊 在家家跳棋 你在 在家里有时候 家里自娱自乐吧 打打麻将喝了小酒 就喝小也不能出去喝啊 小酒出去喝 咱们也没有经营来源呢 咱们也没有经营来源呢 咱们公司卡都在洗过那呢 对 哎呀 我就是啥 就是说了不算 就是说了不算 看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 你跟你 你跟你丈母娘关系怎么样 我跟我丈母娘关系 那个什么 你的象征什么样啊 就是 挺好的 挺好的 你有男朋友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 一直在交往 多长时间了 三年多 大概有四年的时间了 快四年了 那你每一次约会 你妈都一定要跟着 也可能不会每次都吧 十次大概有 七八次的样子 那这男的也缺起眼啊 对啊 这是正常男的都受不了 那平常你们俩要有一些 特别甜蜜的节日啊 对啊 什么生日啊 情人节啊之类的 你妈妈也要跟着 就是上个情人节的时候 是我们三个一起在家里头 然后吃了饭 就是不带你爸 我爸那天正好上班 我妈自己一个人 然后就说 哎呀 你就直接让小雨来家里边 正好咱仨一起过个节 她就把小雨叫过来了 像吃团圆饭一样 坐在那过完了一个情人节 你妈一点都不觉得 有什么尴尬 她不觉得尴尬 她能享受这个过程 信里边说 你们拉个手 妈妈就有那种眼神一瞪 对 她就这样 跨着我们两个 跨着我们两个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他们约会是什么样子 好期待 好辣啊 我一个人玩忍在还是怎么看 是的 妈我过γത 我往自边跨 我能领着 你俩血 这样事你俩走哪 我就不都能跟着嘛 我意思我牵着你 插着 啥钱 你这样不你只卵止 就跟着那男朋友 flu 我俩都差 我曾穿在 一块调织的一起 有首歌就被描写着的 默默舞 Sections 两眼泪 她就是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她完全不给我 夸着我对象的机会 这段视频的作者是谁 是我 我们两个真的是为这个事情 挺犯愁的 就是想 我俩也想有一个 自己的空间这样 但是她完全不给你这样的空间 她还很理直气壮的 就会说 我三天 只有两天跟你们在一起 那一天不给你俩时间 待一块了吗 她总是这样 那本来就是嘛 那你看 我也没说天天跟着 你们吧 三天两天也很夸张 对啊 那本来你看 对啊 三天那时间 什么就对啊 我至少有一条 我是没跟着的吧 他跟哪个是一头乱 那那小伙子跟你谈了四年 对 坚持他来了 介绍 待会儿介绍我不是来了吗 来了 在这边 那很丝的那个吧 看着像 看着像 你看她 你爸和你男朋友 是属于同款的 对 都坐在 都坐在笔板上 坐在你妈旁边 那个气场被压在一起 对 那你情人节也可以去你们家 跟你女朋友一起就好了 为什么非得要上他们家呢 你看她又不识话了 她总是这样 一说到我们两个问题的时候 她总是帮着我妈 她保持中立状态 不是 她帮着你妈 还叫保持中立状态 对 不是 你看 你也是居居眼 我会经常这么跟她说 我说刚于你跟我妈说 你说咱俩出去看电影 你就别让我妈跟着 我跟她说怎么说 是不是不听 她不听我的 那你跟她说 可能因为你稍微是个外人 是吧 她还是会就是对你 比较磕头说 有点不好意思 说那好 我就不来了 是吧 但她从来都不说 为什么不说 你为什么不敢说 其实我感觉 在听父母的妈 那她也现在还不说 你见过你的那些兄弟 出去带女朋友 都找上妈一块出去 你为什么不把你妈也带上 对啊 主要是我妈 不能跟着我俩 希望有俩些个人的 看来妈跟妈 还是有区别的 对吧 对 你觉得像这种跟着的是 你觉得是正常状态 还是不太那么正常 但是跟着好 还是不跟着好 你舒服吗 她不敢说 习惯了 她不敢说 你怎么那么怂啊你 有别人知道 你是亮过启伦节的吗 你的朋友 现在都知道了 现在都知道了 这倒是实话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其实我觉得我妈可能也是因为她没有工作 然后她总是喜欢这样 你家自己有跳广场舞的吗 广场舞 我觉得广场舞真是包治百病 家庭有任何矛盾了 现在去跳广场舞 你们家父亲一带也没有广场舞啊 有 但是她不去跳 为什么呢 她要跳了也不能那个体型了 为什么 为什么她不去呢 她不太喜欢出去运动 她喜欢在家里面跟我们一起玩啊 或者怎么样的 那跟孩子在一起 那我感觉是一件挺快乐的事啊 她好像不是特别快乐 对 那是你觉得很快乐 你这个姑爷也是敢怒不敢言 对 你老公被你吓得也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 没那么严重啊 哪也那么严重啊 阿姨啊 您就看看小伙子 已经都是荷尔蒙为零的状态了 你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觉得跟孩子在一起吧 是个快乐 你知道吧 就比如说她们姐那次 妈 你说你快乐了 她俩吧 你俩都夸一块了 都这样夸一块了 我不快乐呀 我也夸不着她呀 那你看现在我就是 你是我姑娘 我就拿她当儿子一样 就你们的一想就想多了 她不是你儿子 她是她男朋友 那我现在是这么人 现在开放二胎了 你需要儿子 你可以自己想办法 对 你就自由了 我也是 我希望我妈能 多给我一些空间 我什么时候不给你空间了您 你啥时候给我空间了 你怎么说不给你空间 那你俩溜达 那我在你俩中间走 那有啥 那不很正常吗 你俩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 我妈有的时候不光是快乐 她还会有的时候牵起我们两个手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她会这样左手 牵着这右手牵着这 走 溜达下 对 就这样 就我们走吧 那不很开心很快乐吗 你怎么快乐 那有啥呀 我看这我看这场 她这上面还是两口子一块来的吧 旁边坐的是 你们是两口子一块来的是吧 你们孩子多大呀 我女儿十八 十八 也差不多是快谈恋爱的 对对 如果要找 我女儿很自主的 一般我都不问她的事 多好这个 如果她要跟男朋友出去 你不会跟着 不会的 我也管不了她 我觉得孩子大了 有儿她自己一个方向 她不让我进去 我也是 我跟我闺女说话 就在这个门外的就说 我可以进来吗 我们家狗也是在门口 伸张头不敢进去 我也是在门口敲敲门 隔着门有事说事 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 对 我们也是 会有一个隐私 那你说我做的每一件事 不都是为你好啊 那你读书期间呢 你读书期间也在大庆吗 对啊 在 大庆 大学在哪儿 我没上过大学 成绩不好 跟我一样 不是 我不是成绩不好 我妈就是说 不想让我离开她 那你是参加高考的吗 我参加高考了 你是考上了吗 我考上大学了 我考上大学了 考上了你妈不让去 她不让我去 不让小孩上大学 这有点太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对 当父母的都特希望 孩子上大学 你们是亲生的吗 当然是亲生的了 那你哥怎么 不是亲生的 我能为他招想吗 我跟你说 你为他招想 不让他读书 他可能现在他不理解 是这样的 他学的是吧 那个播音主持 他学的是特长 特长吧 他就考上了 是一个四川大学 还有一个大连 这俩地方都离我家挺远的 你说本身 他从小长这么大 就没有离开过家 完了把自己单身闯 我觉得是太不放心了 再一个 你说当播音主持 你说口才也不行 长得也没那么漂亮 他口才确实没有你好 但是咱就说 那几率太小了 后来他不就 现在不就有工作了 听我的 现在他就对了 听我的 现在他就对了 知道吧 妈 不是我听你的 现在他工作 那你说咱有个 咱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要有个工作吗 要有个好的生活吗 真不是 真不是 阿姨 如果他上了大学 可能他做的 是他更喜欢的职业 而且大学校园生活 特别美好 非常精彩 那你上完大学了 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不是说鬼了 你看这孩子都哭了 你看看 那最起码咱说 你不用咱四处 去找工作了吧 你就是舍不得 他离你太远 但是多方便 多方便 何必找那么多信口呢 对啊 那这么多毕业生 这么多毕业生 都没有工作吗 那你现在最起码咱工作有了 你天天也能跟我在一起 我也天天能看见他 不是妈妈你想 我感觉这是挺好的 你多少岁上大学的 我17岁 你妈当时没有死去活来的 抱怨大学的 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的未来会什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有梦想去追求 但是追求归追求 因为我们有现实的这个事 但是你要让他去跌倒 一定会有荆棘 有坎坷 但是他就会成长 现在他们就是 他们今年大四就要毕业了 你看他们不面临着 找工作的这个难业 妈 你不能这么看 那如果你总是不想让我走 那我总是有一天我会走呢 就包括以后我结婚 我会离开你的 你总是用这种方法 来绑架我吗 你不让我去上大学 那你为什么要不吃饭 不做饭 然后这样又用你 那我不用这种方法 那能行吗 那你不 你现在可能不理解不到 你可能再过三年四年 你会感觉到 我的做法是对的 你再过三十年 你再过三十年 你妈为了不让你去上大学 她不吃饭 不做饭 她不吃饭 她不做饭 我是不想 不想同意她这件事情的 但是她总是闹 坐在床上 她不吃饭 躺在那 说姑娘 你不要妈妈了 你不爱妈妈了 姑娘 你也别这样事的 那你看现实 咱现实的例子 给这摆着 你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你看着我挺好的 都不出错样了 挺好的 咱一月也招好一千块钱 咱最起码也够生活了吧 是吧 挺好的 但是她永远 大学对她来说 都会是一个最遗憾的事情 那遗憾 不是 遗憾 那你看她不成这样 那我咱俩 大学不就是为了 所有的朋友 她所有的高中同学 都跟她讲说 我们大学去哪里玩 对 去参加社团 参加社团 然后怎么样 大学生活 教设怎么样 然后同学聚会 她已经完全脱节 她这个年龄层 应该有的东西 这么重要的决定 爸爸的表态是什么 你看她爸爸敢表态吗 没有表态 我随便 我说的咋的就得咋的 不行 谁说的包屎 我说的咋的就得咋的不行 谁说的包屎 我们家所有人都是 她说怎么地就怎么地 但是妈 你想没想过 那是你想要的生活 那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哪个父母不为儿女招相 那这不一定 不一定傻呀 你现在看就是对的 你怎么现在还这么认为呢 都是为你着想 阿姨 这个是您所在的环境 您的视野所及范围里边 您觉得最美好 莫获于此了 按部就班 但是那只是您可以看到的一个空间 她想要的那个美好 她想要的那份生活 不是您能看见的那个地方 是她看见的那边 您的美好对于她来说 可能是一种永远的禁锢 一个束缚 对对对 她是孩子 她就是考虑一时 她不会考虑长远 我跟你说 现在心情最难受的是谁 只有她那个男朋友 她现在的话 我的天哪 我未来的生活是个什么 不是 阿姨 你说 你说在这么长时间了 我希望说你能表态 你跟我妈 就是你哪怕你说一次也行 你说阿姨你能不能 给我们两个一点空间 我每次都跟你说无数次 但你每次都不表态 我不希望你这样听话 做个爷们 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你到底是更 更 我在你心里更重要一些 还是我妈在你心里更重要的 否则 否则那个 这小伙子 这小伙子马一想坏了 我一表态 这个丈母娘算是肯定得罪翻脸了 以这个丈母娘的强势 就完了 丈母娘要绝食了又 你想清楚 要不然就是在丈母娘面前 一辈子忍气吞声 要不然今天就像个爷们说 我 我是个男人 这是我以后要娶的女人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 你想清楚 咱是咱俩出对象 你整个我妈 好像咱们仨三角恋似 你到底跟谁出对象 那是说的什么呀那是 那你看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那不就是 那我觉得像你们小的那么严重啊 她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呢 说话说话说 她的不是没有说过 像你说把阿姨的开标掉 我妈她总是这样 天天说了不行 来来来 小高 说话吧 也站起来对着 对着她说 阿姨 我希望以后给我俩一些 更多的空间 不要行人节 各种节也跟着我们一起度过 虽然跟你一起也很快乐 不过我还希望我们 这欧不赢人来的 亏作人 小伙伴将来必成大器 哎呀 为什么 你看她笑得都要怀孕了 我的天 大哥呀 大哥呀 我现在都听明白了 就是现在 怎么了 怎么了 东北话就蒙圈了 大哥没事 我听明白了 就是现在 现在太太呀 太太现在找不到快乐 她只能在他们俩身上找快乐 你能不能给阿姨多一点快乐 对 这样能放他们分自由 拉她出去跳广场舞去 是 不是没有快乐 让你老公说点的话 行不行 他不会说话 他说不得 我妈妈总是这样 妈 我想跟你说 其实我的想法 有的时候我觉得 可能咱们两个的关系 已经倒过来了 可能是 我现在像妈妈的角色 然后你像女儿的角色 咱们两个 我现在感觉 我是为你们活着 我从来 我没有为自己活 我过了你想要的 所有样的人生 但是我没有过 我自己想要的人生 同票 同票 觉得这个闺女 哎呦 今天我就飘 我跟你说 你解放完 肯定高 今天有很多小女孩 跟你说是差不多大的 太惨了 三个 你来走 你来走 我妈呀 哎 哎 这是 喜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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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当她的女儿吗 我们家还挺缺女儿 挺有缺女儿 我跟说只有三个人 没有对你表示同情 那三个人估计是那个 可以看一下是谁吗 来我们家吧 那三个人 按错了是吧 按错了 好 来 让那个 让你妈发表一下 获奖感言吧 我 我说啥 那还有三票支持我的 那还有三票支持我的 你不去按住 阿姨 按错了 不是 我跟我妈解纳了 哪有 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真的很棒 我服了 我从来都说不过她 她 那都是素素大 她理解 这些都是年轻人 她现在体会不到 知道吧 那边有几个人 跟你差不多的 有几个她们是家里都是男孩子的 女孩子她们 那边平年人两口都是姑娘 对吧 人家她没到找对象的年亮 她没到那个时候 到那时候可能比我还会严重 就非得要跟你一样的状况下才行 对吧 我跟你说啊 生活还得自己过 对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男朋友也是一个成年人 对 你们的经济是独立的 你们在法律上也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 你们有 你们完全可以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 有些事情可以征求父母的意见 但是父母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意见 最后怎么度过一生是你自己决定 我跟你说啊 世界是这样的 我们的父母不可能陪我们一辈子 他们会先于我们离开 我们的子女也不会跟我们一辈子 我们会先于他们离开 只有你自己和你共度一辈子的那个另一半 你们应该自己商量怎样度过一生 这些事情你们要自己拿主意 谢谢孟老师 你什么事情都要征求你父母的意见的话 就会带来你今天的这个困境 好吧 回去有事跟那个 跟那小眼镜商量一下 他今天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他终于说出这段话了 好 谢谢爷们 好 谢谢爷们 好吧 我们等我们的宝座吧 好 谢谢大家 你上那儿 这票很难超了 原来就是 来 我们看下一封信 大家好 我今天来四大名著是为了离婚的 我的老公在结婚那天被调包了 和我结婚的明明是个暖男 可是婚后 他却让我觉得冷得发寒 没结婚的时候 天天发脾气的是我 可是现在呢 稍有一点不顺他的心 他就破口大骂 甚至还动手 哇 掐我 那个男的掐一个女的 他还 你真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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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事情我都忍了 可是大家能想得到吗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俩又干上了 他气不过 居然还想烧死我 他可不是随便说说 我们爱情的小床 他说烧就烧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我就只好报警了 这一把火烧通了床 也烧痛了我的心 请四位明珠帮帮我 不然我就只能离婚了 这就是我的哭闹 你看我们今天的题材 友谊的小床 说翻就翻了 爱情的小床 收手就烧了 但是这个事 好像还真是个大事 这太暴力了 这个烧床 这是纵活 这是犯罪 对啊 警察出动啊 社会安静啊 而且还掐人动手 男的跟女的动手 掐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叫掐 还有就是这种也叫掐 知道吗 有点乱是哪一种 要是这种 那就是大事 3月1号 反家庭暴力法 刚刚办法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好崇拜你 我们看看 赶紧请出来吧 来吧 胡耀 有请不拿这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 我叫王丽 结婚几年了 一年多 一年就算不了了 结婚一年 我们属于闪婚的人 交往两个月左右就结婚了 谈恋爱就这两个月当中 你觉得是个暖男 小猫 特别暖 就是听话的暖男 婚前第一次做饭 他不会做 然后他就说 我把那个饺子放进去 他怎么不浮起来 他就使劲拿铲子铲啊铲 全部铲成糊一样的了 我一看 一眼很生气 我说这哪能吃啊 这是人吃的吗 然后他 他就吃给你看 对 那是鸽子汤 对 北方人爱吃这个 然后我就说 反正这个我不吃的 你脾气也够大的 是 反正我觉得 我现在来说的话 差别太大了 他当下你骂他的时候 他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赶快在帮你用别的 还是我 他就表现得特别特别地稳持 那现在呢 跟孩子的头一天 我觉得肚子不舒服嘛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老公 今天你可不可以做一下饭 说我特别不舒服 很难受 他也答应了 就是说答应得不太高兴 但是他做了 然后做出来那个饭 夹生米 我就跟我老公说 这个没法吃好像是生的 他说这个东西怎么就没法吃 我就喜欢吃硬饭 我就特别不喜欢吃软饭 我就不是吃软饭的人 他就东西一扔门就走了 挺有苦气的 我就去找他 你都肚子疼掉 生了还出去找他 我一个人我该怎么办了 我就至少有个他在 心里有底有安全感一点嘛 对吧 然后我就去找他 两点钟左右 我发现他那个车开回来了 两点 凌晨 凌晨两点 我也就当什么事没发生 我就说 要不就睡吧 凌晨四点 我就破水了 就要剩了 那会儿他还说了什么 我说老公 我泡水了 你赶紧起来收拾东西 然后他说 你急什么吗 人家不是生孩子 要十几个小时吗 你不是早就查过了 你不用那么急 这个落差感 我感觉 真挺受不了 我们说那个 家庭暴力那一段 就是 到底是怎么掐的 对 是这样 我就做了生饭 还是说 我吃了吃了 吃了吃了 我吃了吃了 好吃 好吃子了 他就直接 就刚才那种 这样 就是这样 掐脖子的 那是闹着玩还是说 不是不是 真的掐得我壳 喘不过气来 双手掐 对 双手很用尽的那样掐 但是你什么反应 你没跟他急吗 他这样掐过 打过我七八次 他这样掐过 打过我七八次 去手 让我们看看 你老公 哪个是你老公 你穿黑衣服的是吧 你好 我管理的老公 恭喜 他说你打他掐他 有这事吗 有 那次是建立在 有一次 我有一次 上网通宵 他莫名其妙 给我一巴掌 那是第一次 他先打的我 他也打了你 他给我就是一巴掌 男人是要面子 那个是结婚之前 结婚之前 我也是暴脾气 但是我认识他过后 基本上我在他面前 就失去了生气的权力 再给我们说说 他点火烧床是怎么回事 他烧床就是 他要我回他家过年 我不愿意回去 然后我跟婆婆的关系 也不是特别好 就类似不是我们结婚过后 第一年回他家过年 我那时候怀着宝宝了 大概就五六个月的样子 然后因为我是四川的 他家是浙江的 可能他妈妈做的饭 我不是特别习惯 我就提出可不可以 我自己做 但是他就听到他姐说 妈哭了 因为四川人嘛 就是辣妹子嘛 都知道了 脾气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跟婆婆的关系 也不是特别好 第一次本来就是 闹得不愉快 他的意思是 要回去过个年 要提前个两三个月回去 以前两个月 两三个月在这中秋节 那么有时间过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照片烧床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一下 这烧得还挺厉害的 这要一把大火烧起来 那个房子找了 这是公共安全的 这个事情我想 走个机会解释一下 你那时候 首先你先答应我 你说要回去的 那我跟家里人也收 跟公司也收好 我大概什么时间点 要回去的 那么你过了一个礼拜 你又说我不回去了 躺在床上 你都不理我 那我已经实在 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因为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不可能言而无信 只要是我叔叔说的话 再拿再拿 我都要去做到了 这就是我做的基本原则 我觉得我这个事情 做的没有错 唯一错的就是 我不该动手烧了 烧了这个场 当时心里却憋得慌 你还掐我 你掐我 我还是那个 我想着人家 别人都说 梁克思吵架 一方忍忍 就不至于矛盾很激化 他掐你 你还忍呢 我每次掐你 只是让你稍微静一下 因为我每次跟你沟通的时候 你根本就沟通不进去 就是每次说 我的观点跟他不一样 他就采取掐这个态度 他觉得一掐 这事管用 但是有必要告诉你的是 你这种行为是家庭暴力 这是犯法的 我当时派出所也带过我 吃过这个事情 这个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稍微这么掐一下 我根本就没有任力了 如果说是一个男的 没有用力吗 只要打他 你拿点乌清 拿点流血 你试过医院怎么样子 店里还好好的 有乌清的 我只是 我需要吗 看一下照片 那我也有我的照片 你也把诚堂证供拿来 我看一下 你觉得谁的 谁的都过分了 我这大年的 我顶得这张脸 那你们俩还过什么呢 我也不明白 不是就来就是说不过了吗 这脸是他怎么弄的 我是抓的呀 你掐着我的时候 我不可能说 看一下哪里是脸 哪里能抓 哪里不能抓 我肯定是本能性的反抗 我管他哪里 我弄到哪里就哪里 是不是来 我觉得现在进入了一个 我不太熟悉的业务领域 现场有没有法律工作者 有选法律的没有 来来来 这位女士 有 有耶 真有耶 来你给我们说一下 这个算是家暴吗 像他们的这个样子 属不属于家暴 范长 这个是这样 首先要看一下他们两个 这是不是他们两个 一个正常的交流方式 如果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可能是涉嫌家庭暴力的 而且要看这个频率和这个程度 你也正好给咱们介绍一下 大概的条款是什么 3月1号的反家庭暴力法 正式实施 对吧 对 是今年3月1号 这个条款大概是什么 因为只是一个大概 因为今年是把精神暴力 也纳入到反家庭暴力法的范围之中 对 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有谩骂攻击行为 就用冷暴力 你要知道你就一刻去本来说完不就完了吗 对啊 他在帮我急的 他说了这么多 你让不让人说完 我不记得那条款 您说 鱼齿哥哥一定是艺人中最懂法的 懂法中最回眼期的 对 家庭暴力是指以殴打 捆绑 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 经常性的 持续性的 还有谩骂 谩骂 以及限制就是人身自由 这种对于精神和身体进行残害的 这种侵害行为 是构成家庭暴力的 具体大家可以摆读一下法条 最后要讲这句话 具体大家要摆读一下 包括抓脸 抓脸是情趣 抓脸是情趣 你抓到我 那选入模糊还要请示 那我可以天天这样子 选模糊直上班了 那你那段时间不是没上班吗 你先打我的 你先掐我的 又切回到吵架模式了 反正都不讲理 这俩人看出来的 来来来 你是到这儿来说要离婚的是这意思吗 来 你觉得要不要离 我觉得如果说要我改变得唯唯诺诺 就像四川的帕儿都一样的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你往左边看一下 右手边看一下 看看来自大庆的小伙子是怎么样 反正我是做不到 大家都像他一样多好 对呀 我就觉得人家挺好的呀 你的意思是 你是不能改变了 是这意思吗 是的 不过你这个结婚前结婚后这个变化 你要有种 结婚前你也这样 对呀 结婚前其实是为什么呢 我当时会稍微照顾他一下 是有两个原因存在的 第一个是追他 这个是正常的 第二个是因为当时他上班了 他上班也辛苦 那么九月份以后他就没有上班了 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 跟为他以后孩子 为房子 为车子 是考虑这些事情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以前赚钱 你尊重他一分 他现在没赚钱我就打你 我觉得你总结得很有道理 是的 你说那个逸琳说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有一部分原因吧 因为他不帮我外面风荡一点事情 你接下来是打算工作还是就 我本来就在工作了 而且我那个月子一出我就去上班了 请问一下他上班这段时间你有揍他吗 没有 就是只要上班就不揍他 对 他其实没上班我也不舍得揍他 因为他毕竟是我老婆 我要疼要是爱了 这个我等 我为什么有些时候会掐他 我只是掐他 我从来没有打过他 为什么 掐让他稍微冷静一下 你问他哪里受过伤没有 除了就有点无情 从来没有受过伤 我脸上摆更难受啊 这个事情他之前不讲道理 吵架就没有什么谁能够讲 哪个女人是讲道理的 你跟女人讲道理 这个物种就应该被灭绝掉 为什么脑子有问题呢 你这个你话就不能讲 什么叫哪个女人是讲道理的 女人不爱你就不会作了 对吗 这个话我倒觉得伊林问得对 我觉得现代女性 千万不要把自己打扮成 我是女人我就不讲理 这个不合适 但是同样的 我觉得在婚姻当中 在恋爱当中 无论发生任何情况 男人都不能动手 对 无论什么情况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一个理由 是使用暴力的 可以成立的理由 全不动手 这样吧 刚才你也说了 你不能改变的事 那就是说 保持现在的这个状况下 你太太说要离婚 你的意见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他不离 他不离 你看 我以后反正不会再动手打他就是了 这个态度就很好 我跟你说 这个我跟你说 打人 不要说是打老婆 在任何一种处理方式 处理问题的方式当中 暴力都不是能解决问题的好的办法 何况是在家里面 你哪怕我退一万步 你说这个女人我不想跟她过了 不想跟她过 也应该用理性的方式来结束 何况你们 你还并非不想过 还愿意好好过 从我看来 任何一种关系 形成这个状态 都不会是单方面的 我认为你们走到这一步 一定你们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 你这个脾气一定也不会是特别省事的那种 第一次到老公家里边去 第一次吃老婆婆做的饭 就算不怎么合胃口 就不能找一个稍微让大家顾全大家颜面的一种方式 你可以说我是四川人 我吃不惯姜色比较清淡 或者说我还了宝宝 我还了宝宝我就可以 我还了宝宝我吃不惯不很正常吗 我还了宝宝是可以 是需要更多的呵护和照顾 但是在处理这种家庭关系的时候 能不能更加周全地考虑到家庭成员的感受 所以这么想来想去 你们双方都要检讨一下 第一 我认为 这也给电视界很多的年轻朋友一个借鉴 我认为从恋爱到婚姻 这个过程它需要一个合适的阶段 你们就是从认识到结婚这个过程太短 从恋爱到婚姻这是一个适应期 从婚姻的初期阶段 到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到来 这又需要一个适应期 你们什么都没有 一把拳就到这了 所以当你们所有的矛盾 都会集中出现在婚姻的 最不稳定的第一年 你们把所有的问题都面对了 你们都还年轻 所以你们没有那么多经验 来处理这种事情 俩人脾气还都不好 所以万事有利有弊 好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们能够平静地度过这个阶段 说不定你们以后的路就会很平静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也不知道对不对 对的 非常谢谢 对 你看看 我觉得你要尽快地把你的社会角色 要转变成一个丈夫 一个负责任的父亲 男人真的要多一些包容 我跟你说碰到任何事情 家里面吵 有时候女人不想你的时候 你沉默一下 哪怕出去回避一下 冷静一下 都比使用掐人脖的这个方式要好一点 有很多种避免矛盾激化的方式 你采取了最不合适的那种 你选择的那样一种方式 所以今后日子怎么过 我没有更多具体的建议 只是想告诉你们今天真没走到那一步 我觉得你老公看上去毛病不少 但是你也不是 沉默的灯 他还 我要你接我的话 虽然我赞同你的意思 就是我以前 他是我上班的时候 是每天给我送饭 就算不送饭 他都会等着我 一直等着我下班 但是 你说到这儿呢 我又要告诫 所有台上的女性观众 你们千万不要抱怨男人什么的 你结婚前是什么样 你结婚后怎么变成这样 千万不要有个想法 就像有人问了这么一句话 你考试考完了之后 你还会复习功课呀 女人也会一样 但是你不能差别太大 谈恋爱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女人你也会想办法去讨好男人 为什么结了婚之后 你就不会去讨好男人了 所以日子慢慢过 都不要婚前后反差那么大 这个有些变化是正常的 你看旁边大新的两口子 二十多年婚姻的下来 你看他们谈恋爱的时候 保证不是这样 那大哥也不会是 这个沉默寡言的样子 二十多年的生活 把他折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就叫生活知道吗 你们现在还能吵得出来 这是一种强烈的 情感素质的表达 你看这大哥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对不对 都好 都好 所以好好过吧 来 投票吧 同情这姑娘的 举手 这就一半一半 他家都在纠结呢 同情这姑娘的 举手 这就一半一半 他家都在纠结呢 好 一半零六 还真是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票主要是 头给动手了 这个以微弱优势 你这个苦恼算是成立 起码能说明 大家都认同一个 刚才我说的 夫妻关系出现了这个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 多多少少双方都有些责任 都检讨一下自己 还有什么要改变 来 你现在表个态 刚才你态度就很好 对 首先我要感谢孟老师 你说话非常有哲理心 真的 我会一辈子记住 你今天所说的话 第二个其次 我看好你 第二个就是说 自曾准备上节目的时候 我跟我老婆 就再也没有吵过了 感谢这个节目 我以后会更懂力地 拼命地挣钱 你说你有更好的生活老婆 你看看 多少样的 多大都倒不量 别断 别断 你看他都有这个态度 你是不是也稍微软和一点 对啊 你就不要每天 我没有 我没有真的 少一点抱怨 多一点包容 我真的很委屈 我现在她说什么 板个脸 我这话都不敢说 只是说在这个场合来了 我才能够这样子 你老公从坐在这里边 一直说话那样的状态 但是到最后 她已经说出这样的话 她再说出爱你 好吗 那你现在还要 步步地去逼她吗 你想解决就要有一个解决的态度 不要她 不要只要 没有只要这句话 就是你 你心里边 对她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告诉她就好了 你再给她一句话 你这辈子还对她动手吗 对 就是这个 我讲诚心的人 我既然跟你说了 在光中这么多人的面前 我肯定不会动手 那你 你说 那就过呗 好吧 就这样行了 咱们就都退一步吧 小皮也很倔强 好好好 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来来来 好吧 谢谢了 谢谢大家 谢谢收看今天的四大民族 我们下期同学时间再见 再见 欢迎登陆乐视网 优酷土豆 PPTV 搜狐视频 爱奇艺 腾讯视频 观看本节目 精彩内容 您可以关注四大民族 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进行话题互动 也可以通过 新浪官方微博制定 微博扫码 私信 以及官方微信平台 点击我要报名 参加我们的节目 打开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了解节目信息 手机用户可以下载 搜狐新闻可不断 新浪新闻可不断 腾讯新闻可不断 腾讯视频可不断 凤凰新闻可不断 今日头条一点资讯 扎克新闻资讯可不断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感谢QQ空间 蜻蜓FM大卖网 大卖卖田 AC